愤圈各位抽粉色淀粉肠之前一定要注意 它的人物模型是这样的 跳起来是这样的 刚一 各位劳定了 原本一直都是周五出皮肤 没想到今天周三就出了 就是这个粉色耗子 粉肠淀粉肠 原本没什么问题 只是这个皮肤的模型显得很粗糙 而且跳跃的时候还会露出鄙视的目光 因此有很多网友说 一点细节都没有还要两百家 网易这次除了Luki自己其他的都做的好可爱 当然 可谓分化严重的皮肤从不打低端局 当年东东羊大家也嫌弃他丑 没人抽 小团圆嫌弃他做的太简单 没人抽 现在不都求着他们翻场吗 不过这次皮肤定价和东东羊也是一样的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抽 好吧 谋事以生入局 举其 胜天半子 这皮肤我先替你们抽了 抽皮肤的形式和东东羊也是一样的 都是大转盘的模式 配饰有一个眼镜 一个背包 还有一个钱包 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现在有152虚言币 先来一发失联试试水 哦 仅仅三球就抽到了麦克风嘛 哈哈 我就知道 谋事以生入局的运气不错 来个皮肤好不好 你好 好好好 我就知道我的运气不会太好 没关系啊 再来一个实联看看 这次也是三次 运气真不难啊 难道说 你妈 没关系 我知道刚一不会让我保底 所以这次先来个单抽 你好 没事 坏运气不可能一直找上我 再来个单抽 你好 我就不相信了 那本身你别给我吵麦克风啊 你好 哥别搞 哥 信号别搞 我挺喜欢那个麦克风的 你 你看 最后一个单抽了 再不说 我以后都不冲六四班了 好 就是这个感觉 出来吧 淀粉墙 我们现在 已经 学员币所剩无几了 只是 四发内 要是不出 我就真的要碎掉了 染色机 彩虹币 刚一 你来不来吗 刚一 我算我去 谁的组队生前 打扰我 欧气了你小子 拒绝 啊 不是 这 啊 经历几番波折 也总算是把皮肤 平安抽到手了 这个粉色淀粉肠 看起来呆呆傻傻的 跳的时候 也会有那种 鄙视的眼神啊 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觉得丑 其实我实际 接触下来 觉得 挺可爱 挺健的呀 都说刚一 现在会听取 玩家建议 是吧 刚一 我问你 这个阴阳怪奇的动作 什么时候出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哈哈哈哈哈哈